食物了 我们今天开始烤 现在在贵宾市 展开考试 底下都是准备要考试的车辆 这个是一号线路图 这个是二号线路图 这个是三号线路图 这三条线 抽上哪条是哪条 就考其中一条 大家好 我终于通过了科目三的考试了 虽然只考了90分 但是也合格了 就行了 挺高兴的 还有最后一关了 努力吧 努力加油 其实下雨路跑最好了 前两天我们在这练车的时候 这个路边全部晒的麦子 然后还挺发愁的 说到时候拐来拐去的 一会变道一会变道 然后要做项目的时候 尤其直线行驶的时候 是加速上来的 然后就怕 再给你突然窜进来一个人 这条道是二号线 三号线的考试线路 现在考试车一辆一辆经过 还有社会的车也要经过 我现在给大家拍一下 我们考试的 这个是一号线 他这个三号线也从河到这边来 我今天考的是三号线 其实三号线也有点难度 因为他那边人多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号考试起点 前面有个牌子就是终点 现在路上正在考试 都在考试 你好教练吃了吗 过了 过了 吃了没 吃了 过了就好 我不准备走太远了 给大家看一下 右边是一号线起点七十点 马路对面是二号线七十点 现在给大家 拍一下他这个 科目森周边的 小公园 他这个就这么小一点吗 宇宙来看这些绿植 很漂亮 很美 现在再到对面看一下 看看这雨有多大 看看我的鞋 就是这双鞋帮助我通过了科二科三 哇塞 一个大钟 这都是现代修的这种 停台楼阁 为了 供大家 休闲 给大家看看 这是我们考试的线路图 十块钱一份 三条线路图 我买了一份 看看我上头标注了多少东西 真是一份努力一份收获呀 开车的时候就自己走 就从 就从这个起点开始走 走走走 就要走走 走过来 走过去 再走回来 这是一号线的 然后 这个是二号线的 也是挨个走过去 我是一点都没偷懒 全部走回来 因为我觉得 我只要走到了 我的肌肉记忆 它就能帮助我 考试 对我有效果 所以三条线路 我是一点都没偷懒 前两天的时候 大太阳 打着伞 走 然后后面这一天的时候 雨下的 就像今天考试一样 大的呀 打着伞 继续走 库腿全部都湿了 看 这是三号线路 第一天走完以后 我的腿疼呢 就这我还每天还跑步呢 这一条线可能是几公里吧 我忘了 凌晨四点起床 就开始背 就背这个线路 它内容很多 一条线和一条线 它是都有这些内容 你把三条线都得记熟了 不然的话 这三条线 全部混到一块去了 我都感觉比科目二累心 三天来到凤奖这个地方 把它考场这个路线 全部要熟悉 全部这些占名 这些地方 哪是哪的点 你都得记住 年轻人可能好说的 对于我这年龄的人来说 还是真的是挺费心的 最后我想说一下 大家要来参加科目三考试的学员 或者正在学车的学员 大家不要相信那些谣言 说只要是VIP会员 就包你通过 没有这个一说 人家包通过的是 就是你的 从科目一到科目四 全程的这个费用 就是你一次性的交完了 这个中间不会 包括你补考什么的 不会再收费 它是指的这个 而不是包括你考试 就是通过 包你考试通过 没有这个一说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这样的谣言 如果要是包通过的话 那么我们这一次 去了六个人 三个人没有通过 其中就包括一个VIP学员 那你说 要是包通过的话 那为什么他不通过 他还要补考呢 所以说大家不要相信 这些谣言